新聞大白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 我是王上志 在烏克蘭戰爭長期以來 這陣子其實都會讓我們聯想到 台海關係 那麼台海關係從一開始的這種 大家的緊張的聯想 到最近其實在國際的主要的媒體 在思考已經有不一樣的觀點了 我們來看一看最近 幾個非常重要的媒體 他們當中的一個思路 這裡頭首先來看彭博 Bloomber他們對於烏厄戰爭當中 他們描述 因為這場戰爭給所有全世界 各主要國家 包括大陸 台灣也都在思考學習 那麼給大陸最大的啟示 Bloomber認為 他們認為武力犯台將會 更快 更狠 怎麼會這樣子說呢 當然這裡頭Bloomber的角度是認為說 習近平可能會認為 普京這次他是以笨拙的方式 給了對方反擊機會 也讓西方逮到機會制裁 所以這次烏克蘭戰爭 將會使得習近平思考 台海衝突真正的關鍵是 壓倒性的武力 各位有沒有可能感覺跟一個月前 其實國際當中角度不太一樣 同時我們來看最近經濟學人 這一期最新的報導也同樣指出 承諾為台灣而戰 無法有效嚇阻中國 當然這就是指美國 反而會導致外交危機 導致外交危機 那麼於是更好的策略 還是要強化台灣自我防衛努力 經濟學人雜誌在最近這一個月來 也持續關注台海的議題 這是他最新的觀點 認為要給台灣更多防衛的能力 那麼另外一方面 最近美歐高層也多次的發表 聯合聲明 強調台海穩定的這個重要性 為什麼這樣說 當然也都知道 在最近光是這個一個禮拜下來 在整個太平洋 包括台灣海峽附近周邊 北邊跟南邊 其實都有非常多的軍事演習 這裡頭其實包括了解放軍當中 其實他們的宣傳片 竟然有預告了第三艘的這個 戰艦的這個宣傳片 有點意思 有點爭議 有點懸念 我們來看一下 聽一下 喂 爸 什麼 三胎 好 安排 不是跟航艦有關怎麼三胎 意思就是 解放軍當中要有第三艘的航艦 航空母艦了嗎 要知道其實在最近 包括中國大陸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幾次有關於 他們披露了有關於 他們最新的一些 戰艦的一些畫面 我們來看 比如說出現了 包括轟6的這個部分的畫面 這個轟6的部分的戰機的畫面 竟然在這個畫面當中 他們竟然掛了反艦的飛彈 我們在畫面上看到的 就雖然畫面很短 現在都是實彈掛載 到底怎麼回事 其實最近不只是中國大陸 其實包括 我們知道 包括日本跟美國的軍事演習 大家最近都是掛了實彈 在亞太這個地方 另外一方面 包括在055型的 這個飛彈驅逐艦當中 最近也試射了 英籍的21飛彈 這個也是最近我們看到 這一兩天的新聞的節目 評論節目都有看到 也都是這個試射的畫面 我們都看到 最近這個實彈演習 所以現在台海的部分 感覺起來 大家不只是演習更加的頻繁 都掛了實彈 究竟怎麼回事 那麼當然 在幾個主要的部分的評論 我們來看一下 評論的角度當中認為 首先應該要特別注意的部分是 應該要是不是台灣要思考 主力戰車在台海防衛裡的角色 因為要過去知道 我們對美國的 這個軍售的採購當中 戰車的比重很高 而且都很貴 那麼現在 究竟台灣島嶼是不是適合這個戰車 我們這次在烏克蘭的這次的 這次的戰爭過程當中 也發現了戰車當中 經常輕易的就被打掉 所以這裡頭是不是要重新思考 主力戰車在台海防衛的角色 要重新思考國防投資的分配比 這是一個評論觀點的角度 另外一方面也提到 在旺報當中提到 應該是不是要好好的思考 兩岸和平才是真正的勇者 應該要去模擬的 不要一直在模擬戰爭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模擬和平 不是戰爭 像最近像中美兩國的 國防部長的通電話當中 他們其實表示 中美兩國雖然是 現在全世界最大的軍力的兩個國家 但是兩個國家 也都不斷的在管控風險 透過不斷的溝通 兩岸是不是應該要更多溝通 來管控風險呢 另外一方面 針對於美國方面 究竟是一個民主自由的推手 還是他是民主自由面具的掠奪者 這個部分是在瘋傳媒的 一個評論觀點 那麼這裡頭針對於台灣 對於美國的角色跟功能 難道台灣就只是扯住中國的後腿 阻止來超越美國 我們作為一個扯後腿的角色 就是台灣的角色 是一個隨時會被犧牲的 這個傀儡政權嗎 針對於這些觀點 首先請教教授 我今天早上起床 第一件事情就是 把經濟學人這篇文章 完全看完了 沒錯 這篇看完以後 我感覺上說一個點非常荒謬 另外一個點非常矛盾 是荒謬的地方是 它裡面是單向思考 他把台灣比作烏克蘭 我先告訴大家 我們有三點很不一樣 就是第一個 烏克蘭人家是一個內陸國 有很多上七八百萬人 走路就走到波蘭去了 當歐洲公民 我們走到哪裡去 然後第二點的話 這邊給我們做的建議 就是說 我們要加強武裝捍衛自己 他提出來的建議是 我們要選以色列 把我們的GDP 搞到5.6% 來買軍艦 來買軍器 然後這個是非常荒唐的 因為台灣本身來講 就原來就不是一個富有的國家 我們只有一個產生晶片的台積電 之外還有什麼東西 對不對 大家心裡都了解 我們過得低薪的生活 過得痛苦的生活 目的難道就是為了買軍器嗎 為了跟美國買坦克車嗎 第三點荒唐的就是說 他裡面特別明確的建議 將軍在此 他就想說 你原來買戰鬥機 你原來買潛艇 你原來要買這個軍艦 現在不要買了 就買坦克車 路上大決戰 你看什麼玩笑 對不對 我就面對軍人 我要講 我們基本上我們就是人 就是要有講人性 大家有說叫人家 單方面沒有選擇的 就往這個戰爭裡面走了 這是非常非常荒唐 矛盾點是在哪裡 他的矛盾點就是說 目前為止這個關鍵點 能夠維持現狀是靠美國 美國應該加強幫助台灣 加強幫助台灣的方式是 訓練我們自己全民皆兵 然後訓練專業的軍事人才 美國本身來講的話 另外要特別注意一點 就是說要連帶其他國家 要一起來演戲 然後反過來又講說什麼 絕對不可以說是說明白了 美國會支援台灣 這樣子會惹怒中國 會引起外交的爭議 這不是矛盾嗎 總而言之我強調一句話 我們台灣有主動權 不能夠被動的等死 就這麼簡單 沒錯 這裡頭當然剛剛 包括教授我也提到 這裡請教將軍 有關於現在的 當然我們在其實對美軍事採購 這是很重要的 台灣作為自己的 國防防衛的軍事武力 其實這裡頭當然要知道 這裡對於戰車這件事情 我想過去其實是沒有一億 我們台灣自己有 擁有強而武力的戰車 包括防禦性或攻擊性 但是現在在烏克蘭戰爭發現 其實戰車好像並不是現在 未來特別是包括台灣 這個島嶼式的環境當中 或者是最後戰場都是內戰 都是用戰車在打 這過去您也提到 所以現在我們也看到 除了請你來談一談有關 我們的軍力配比之外 另外我也很好奇 最近無論是包括在 美日聯合作戰 包括在中國大陸 大家現在真的都掛實彈在演習了 這個東西是不是 也確實有點緊張的氣氛 又推升了更多的一些危機 對 這分兩個 第一個我們台灣 台灣到底要不要戰車 戰車是要在台灣打 我們看烏克蘭戰爭 怎麼可以在台灣打 對 我們台灣的時候高度城市化 都市化 哪個城市適合城鎮作戰 不可以 一定要在福建打 在台灣海峽打 或者在最後攤岸打 不可以上岸 你上岸了之後 你等一下騰個車 你轟就轟自己 你要不要轟自己 要不然所有的 炮彈 槍彈是不長眼的 你轟到那邊都轟到自己 你怎麼打 打贏也是輸的 你都是老百姓跑去哪裡 你打輸那不是更輸 所以戰場不要規劃在台灣 一定要福建 要不然台灣海峽 你台灣是火力發揚場 要這樣走才對 對 中共現在的打法就是 遠戰速勝 守戰決勝 快打速決 垂直上路 立體作戰 他講得是非常的清楚 你要怎麼去破搭 他這樣子守戰決勝 快打速決 他作戰節奏就很快 我們要怎麼樣去防他 這是我們要做的 當然做戰爭是沒有贏家 柯平沒有輸家 所以台灣要備戰跟避戰 雙管齊下 這邊要備戰 你不備戰就沒有實力 沒有實力怎麼叫做避戰 所以要備戰跟避戰 雙管齊下 缺一不可 現在的話剛才 上次所講到了這個 轟六掛反艦飛彈 實彈 你看動物的掛 這個轟六如果是掛反艦的飛彈 我看的這個應該是長箭石 長箭石就是英級100 大概可以打800公里 它這個長程巡應反艦飛彈 它在空中直接發射 你看它這個打得遠 它可能就是反介入跟區域拒止 把你這個航空間擋得遠一點 要不然我打你 我派了兩架或者六架的轟六 去對你保護攻擊 有可能 另外動物型的萬噸驅逐艦 掛的是英級21的飛彈 英級21還是更遠了 它是英級18的改良型 英級18大概打800公里 那時候英級21大概打1000 超過1000公里 因為它最遠的可不可以 到達1500 還不知道 但是到達1000公里 都是遠程的你看到沒有 掛這兩個東西 這個是長程的艦對艦 它才目標獲得知道位置 知道經緯度 它可以對它做攻擊了 它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看得到出來 中共的海權上面是增加了 它有空對海 海對海都有 我們在這一方面 我們要知道 將來整個的台灣防衛之戰 我們節奏要趕快調整 我們的建軍構想 兵力整艦計畫 還有備戰計畫 都要整個都要蓋 要不要那麼多騰客 可能不要 次量就可以 可能無人機 空中的制空海 制海的優勢要發揮 因為餅就那麼大 你這個用多了 你這個就少了 所以可能要趕快調整 朝前部署 董哥 你可以看左下角 那個就是我的故鄉金門 那個叫鬼條載 把鐵軌切成一段一段削尖 然後做一個在海邊 讓貢金的船不能上來 你上來的話就會被刺破 當然那沙灘再過來 還有很多地雷 我們小時候就在這樣 因為香港的環境長大 現在變成觀光景點 為什麼 因為和平帶來了 很多中共的人 從下門那邊進來 這什麼 我們那時候 會防犯你了 互相握手哈哈大笑 為什麼 因為有那個連帶 美國現在的情況不一樣 現在台灣是民進黨執政 民進黨是一個台獨的政黨 可是他又不敢喊台獨 美國會去勾引民進黨 我給你暗住了台獨